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近日發生多宗 警察疑似包庇藍絲和撐警人士的事件 我們逐一檢視一下 首先第一宗發生在昨晚9點半 事發地點是九龍灣德福廣場 當時有警察在廣場門外截查市民 說說 警察對付和撐警方的辦法分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派一些便衣探員到商場 大家都知道他是便衣探員 但他不把委任證放出來給你看 但大家都知道你是 又不是購物 又不是逛街 街角的動氣水魚 站在那裡盯緊市民 看看有沒有異樣 鬼不知道你是嗎 好了 到第二階段 就算商場裡有沒有異樣也好 一定有一班防暴警察衝進去 當他們衝進商場以後 當然會造成混亂 製造一些衝突出來 在這個時間 他們就可以馬上拿些警棍出來 亂打亂打 或者拿著胡椒噴霧亂噴 昨天在新城市廣場裏頭 指揮官淘輝 就是這樣中了一招 亂噴 亂來 好了 第三個階段 就是你那班警察 在商場各個出入口報防 截查那些進出的市民 看看誰不順眼就拘捕他 實情到現在為止 你都沒有向外公佈 到底你在商場拘捕的市民 你是拘捕他們的罪名 到底是不是濫捕 你自己公開交代 簡直都不知道拘捕什麼 好了 講回昨天這件事 在德福廣場外邊 有些警察在截查市民 期間有一名阿叔 高呼支持香港警察 而且向旁人施以襲擊 當時有兩名熱心市民出手 阻止這條 穿著橙色衣服的撐警阿叔 反過來被防暴警察拘捕 你想想這些就是選擇性執法 這些就是破壞法治 對不對 好了 根據你大學生報的影片 是清楚拍攝得到 那名的撐警阿叔 是一度用這個頭部 他自己的頭 撞到記者 學生記者的臉和相機 這些行為 根本上就是和野蠻人 沒有分別 你有沒有文化的 這些人是 有沒有知識水平 有沒有受過教育 這樣把自己的頭撞到人家的機 想撞到人家的機 想破壞新聞自由 你想做什麼 跟原始人有什麼分別 請問 當時有另一名年輕男子 想靠近他 懷疑想拔走這個撐警人 還被警察制服了 然後那些警察 當然制服了這些年輕人 制服了熱心市民 對於這個撐警人 他怎麼做呢 他就一手搭著他的肩膀 而且互送他離開 這些行為 完全就是選擇性執法 而且不單是選擇性執法 你還是破壞法治 首先你顛倒是非 掌勵那些兇徒 懲罰那些無辜的市民 那些拔走他的 你拘捕什麼 請問 當時你就應該制止這個野蠻人 原始人 這樣撞在學生記者的相機上 想撞到人家的器材嗎 還是想撞到人家的頭 這些你不拘捕 這些是不是襲擊 為什麼不拘捕他 而且你經常說破壞法治 口口聲聲 你們警察就說 是法治的捍衛者 在維護這個法治 你是專業執法 但其實你是有法不義 為什麼你不拘捕這個撐警人士 他這樣襲擊其他市民 襲擊學生記者 而且你就寬己嚴忍 對於那些撐警人士 對於那些藍絲撐你的自己友 你就可以放生他 你還可以護送他 可以放死他 會被其他人傷害到他 至於其他市民 你只要一手按他 不僅僅 還有些人 已經制服在地上 動彈不得 你也要噴胡椒 噴木給他 讓他接受無謂的痛楚 你就做這些事情 你對於市民 就是有區別的對待 你專門優待撐警人士 虐待那些不支持你的人 虐待那些異見人士 你就做這些行為 哪些人會服你 第二件事 就是在旺角堂尾 前晚發生的 當時一群不知是什麼人 疑似是藍絲的人 為什麼說他們是藍絲 不是生安白做的 因為後來同一批人 就在警察面前 碰行碰過 而且說一句口號 叫做支持警察 嚴正執法 你說這些是不是藍絲呢 如果你說這些都不是藍絲 我就不懂得去判斷了 到底這群人在當晚做了什麼事呢 原來他們就是手持著 斧頭、木棍和戒刀 向著那些屠人來施襲 根據大國長後任區議員 曾志明在Facebook所說 引述一些目擊者說 有一對獄襲的情侶傷勢嚴重 男的就被人打破 女的恐怕毀容 因為被人戒面 當時這群兇徒 剛好撞正 有個消防員經過 然後落荒而逃 當時在附近宵夜市民 就說 聽到現場吵冤 又有人說藍絲打人 就出去看看 他目睹有20名 戴著聖誕帽 口罩和手持著行山像的人士 就在一群防暴警員面前走過 而且高叫支持警察 嚴正執法 這些口號 當然防暴警察完全沒有截查 根據《蘋果日報》的動新聞片段 所拍攝得到 有些在警察面前走過 叫口號那群藍絲 跟打人兇徒的樣貌 和衣著非常相似 而其中一個更加被人圈了出來 就是穿著黃色衣服 而且口罩也沒有截 那個人是 事實上他在一個片段當中 拍到他是打那些圖人 麻煩你警察又要公開交代 到底為什麼 在這個旺角鬧事 在晚上 可以有些人拿著這些工具 走過你面前 就是叫了一句撐警口號 你就可以完全不對他截查 但在旺角你竟然間 玩一招 就是包抄 就是圍捕 將那些無辜的市民 被人抓回去警察 是一個非常侮辱的方法 一會兒我們會提到的 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區別對待呢? 這些不是選擇性執法 請問 擺明你是優待的那些藍絲 是完全不查 對於那些高夫撐警口號 但是對於那些年輕的男女 稍為手都有些黑色的口罩 或者是那些豬嘴 馬上像如臨大敵 整班人圍著他 不知想怎樣 這些是什麼執法標準 對嗎? 好了 第三件事 你昨晚在旺角玩了兩次 對於那些無辜的市民 對於那些無辜的市民 擺明是走過路途徑的街坊 警察其實有一個必要和市民交代 到底這些被你圍捕的市民 乾犯了什麼罪名 還是濫捕的 隨便抓人 打算抓到市民怕 就不再出來 但是現在香港沒有宵禁令 那些人拘捕什麼 裝備也沒有 他們完全沒有做出一些 所謂你所說的暴徒的行為 就這樣動篤站在那裡 或者路徑走過 你就被他們圍捕了 你拘捕什麼 這些人犯了什麼事 還是你想做到一個客觀的效果 就是 使得市民連圍觀都不夠膽 一到晚上就馬上回家 自行宵禁了 不出街了 不再看這些事情 你是不是想做到這個效果 在今天凌晨12點25分的時候 有一群防暴警察突然在旺角中心外面 快速推進 並且發射胡椒球彈 有幾十名途徑市民 無辜被截查 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遭到警察要求 一字排開雙手 舉起面向牆壁 當記者想著去採訪的時候 當然遭到警察的粗暴對待 拍都不給拍 就罵人家 就說你拍了六個月了 拍夠了沒有? 你哪間報館? 你記者證在哪裏? 就是做這些事情 因為他們很怕被人拍 因為不見光 因為知道自己醜 醜事 好了 然後警察竟然找了一個旅遊大巴 把那些截查的市民 全部拉上車 拉回警察 而且對手全部綁上索帶 這就是把市民侮辱他們 對嗎? 他干犯了什麼? 你有賊就不去拘捕你 這就是衰革在這裏 當你白天的時候 就變成了無警的時份 當然了 因為你在凌晨的時候 就動用了大量的警力 作出這些無謂的報防 從下午開始 黃李賞 你就走到商場 又便衣 又防暴警察 裡面也有 外面也有 一直延伸到凌晨的時候 你還在圍捕這些無辜的市民 當然了 你的警力就這麼多了 所以去到早上的時候 巡邏那一班 你都不去簽名 簽到寶都沒有了 那些賊佬當然就知道你的情況 賊佬去打劫 當然是不會第一天就去 當然是看清楚你的情況 一天又沒有人巡邏 一天都沒有人巡邏 那他就賣手 那這群混蛋 你就好做回自己的本分 警察的本分就是捉賊 不只是捉那些無辜市民 對嗎? 你針對那些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都不知道犯了什麼 有賊 你就不捉 不務正業 到凌晨4時25分 你依然在做這些事情 就在亞街老街的衛鋒中心外面 截查30名男女 根據《東方日報》的報導 這30人當中 有些義務急救員 而警察檢查完他們的身份 證明文件以後 就幫他們拍攝大頭照 然後就放行 有防暴警察就竟然說 說下次再見到你 就即時拘捕 為什麼會說這些話 是不是靠客 是不是拋浪頭 除非市民 受到法庭頒令 是有宵禁令 或者禁足令 不能夠晚上出街 或者不能夠去旺角 某一個地方 如果不是 為什麼下次見到 就會立即拘捕 你說什麼 對不對 為什麼會說這種話 如果你說是法治社會 你說這些話 根本就是破壞法治 你自己 是不是 原來這些警察 就是專門拘捕 折查這些市民 無無畏畏 拍攝大頭照 那你說你在做什麼 是不是應該白天的時候 就要出街巡邏 是不是 行必你都不敢走 現在 怕被市民批評 你就隨便他們說 是不是 行必 行巡邏 是你們的責任 是你們的職責 警察 竟然說怕被人罵 就不走 多餘 豬多藉口 不去上班 對不對 你不去截查這些市民 截查完就怎麼樣 對於你破案有什麼幫助 對於你 阻止那些人去打劫肩頭 有什麼幫助 毫無意義 麻煩你們警察 做回你們的本分 少些做這些無謂事情 有空就去多些巡邏 放回簽導簿 不要在這裏 告訴責人 你真的有去傳邏 不要再發生這些嚴重罪案 好過了 這一節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